人们在生活中越来越离不开汽车了,汽车也就成了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一名成员。 但是面临汽车越来越多,也就造成了交通堵塞,停车困难,最主要的就是大城市的现好现行,让我们不得不把买车的目标转向新能源汽车。 近几年来新能源发展迅速,可直接挂牌和不现行,直接吸引了众多消费者,如果你们向上下搬开,来回接送孩子上下学,去菜市场买个菜的话,小编给你们推荐几款新能源微型车型,让你在生活中绝对够用,当然近距离外出旅行的话也是可以的。 第一款,制斗第二补贴后,售价468-5.98万元外观方面,制斗第二设计主打时尚动感,简洁大气又具有较高的实用性,从外观看小巧可爱,尺寸方面,该车长2806mm,宽1540mm,高1555mm,轴距1765mm。 内饰方面,内饰采用家族式设计,中控台简洁实用而又美观,配置方面,制斗第二配有LED日间行车灯,LED尾灯,倒车雷达等配置。 动力续航方面,新车电池组容量为18千瓦时,最大续航里程180公里,最大功率20马力,峰值扭矩可达90牛米。 充电方式有快充和慢充,快充0.3小时,慢充需6.0到8.0小时,大家可以自由选择。 第三款,宝骏1100补贴后售价,468-5.98万元外观方面,宝骏1100造型小小灵动,三色的车,身搭配,更显年轻细致,它的车身尺寸长宽高,分别为2488mm,乘1506mm,乘1670mm,轴距为1600mm。 内饰方面,内饰采用双色配色,简洁明快,搭配两幅式平底多功能方向盘,行车电脑显示屏和7英寸全液晶仪表盘。 配置方面,支持车联网,空调控制方式为手动,车内还有空气调节,花粉过滤功能,雾霾天气也能出门,高配具备无钥匙启动进入系统,有后驻车雷达,刹车辅助,牵引力控制和车身稳定系统。 动力续航方面,宝骏E100最大功率为29000瓦,最大扭矩为110NM,工芯部的续航里程为155000米,电池容量为14.9KWH。 第四款奇瑞EQE小蚂蚁400补贴后,售价6.58到7.18万元。 外观方面,在外观上与小蚂蚁300并无区别,X造型的前脸很有设计感,双色车身的造型呆萌可爱又极具运动感,非常受年轻人的喜爱。 尺寸方面,3200毫米乘1670毫米乘1550毫米,轴距为2150毫米。 内饰方面,内饰非常简洁,同时在配色方面,也采用两个撞色设计,更显活力。 三幅式方向盘看起来非常运动。 配置方面,中控全系标配10寸大屏幕,而对于车内的安全配置,也得到了全名升级。 搭载了CSC车身稳定系统,HAC上坡辅助系统,GPMS胎压监测系统,车窗自动啰嗦,等非常利于安全驾驶的功能,充分保障驾乘者的行驶安全。 动力续航方面,新车采用38千瓦时的三原理电池组,综合工矿续航里程提升至301千米,60千米每小时等速最大续航里程为410千米,并搭载了一台永磁同步电机,最大功率为30千瓦,最大扭矩为120牛米。 总结,作为纯电动汽车,动力,续航以及充电时间,对于消费者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,而这几款车在生活中,在部续航方面完全够用,而且个人认为,微型车还很适合新手驾驶,因为车身尺寸比较娇小,而且配置齐全,灯光充足,对驾驶经验不足的新手来说,帮助较大。 请不吝 mapping!